谢谢新年 那我们欢迎下一位讲者 JSERF黄敬群 我刚刚看到已经有人开始在slido上面问爱戴艺的例子一些问题了 不过投票的人还不够多 所以大家可以上去看看有什么问题是你感兴趣的可以按一下赞 我们等一下会照问题的受欢迎的程度来优先问那些问题 那大家也可以趁现在问一下信妍一些问题 各位好 感谢大家等待 我是黄清群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从过去一年多在做的事情 我们过去跟LAS整个空气盒子背后的一些社群朋友 我们再做一件事就是跟区块链 当然这年头讲到区块链好像不是什么比较正面的词 不过就是 好那就是你们希望透过区块链去做一些比较实际的事情 因为你看到区块链会想到很多很有趣的事 然后去年比较有趣 今年就不有趣了 然后在这开始之前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部影片 这是我们之间学生做的东西 就是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就是说 在我们这个秋季结束之后很快就是我们的冬季 然后其实现在这个空气污染对你我的生活的影响很大 所以不然说像空气盒子这样的一个专案 所以架设一个这样的一个感测器 透过这个整个LAS还有很多志愿者投入 变得很有趣 就是它是一个群众参与 然后可以用一个相对低点的硬体 然后上面的软硬体建设都是开放原始码 然后再不然说在GDP上面的这些空气污染的分析 然后我们现在想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过程中有一个比较麻烦的议题 就是目前空气盒子的数据 大概有六个单位在帮忙处理 不然一个就是在中医院 我们成功大学还有其他的大学也有帮忙 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有没有可能这六个单位同时都离线 你觉得好像很遥远对不对 很简单 只要发生大停电就离线 就像大家还记得那921的事情 如果你在发生这种事情的话 这所有的数据就不见了 甚至不用到大停电 可能某一个开发者不小心下错指令 下一个RM-RF然后六台主机都可能故障 那可能还有相互备缘的 同一台机器相互备缘 那诸如此类这种问题就太多了 所以我们在后来想说 有没有可能我们透过一些网路骨干 就是说像IOTA这样的一个网路骨干 它是一个加密货币的基础建设 然后我们有没有可能把这些资料 放在好多台电脑 然后透过人们的参与 然后过程中我们开发一个专案叫TankoID 两回来还会跟大家讲一个 讲它的细节 它是一个开放原始码的专案 你在GitHub可以找到 那现在的话就是说 从它的基础骨干 然后搬上它的手机的APP 还有一些网页的系统就已经存在 那它来做什么事呢 它不需要在第三方机构 或者说公司认证前提下 它可以去发一个身份识别 然后可以做发声明 所以包含说我们这个空气污染 空气污染这些数据 那所以其实它的重点就是 它是做POE 就这么一个东西存在 Pool of Existence 所以你就想说一个人 他可能会有落干个空气盒子这样的装置 那我们确保在每个环节 在提交资料的时候都可以追踪 那过程中我们会做一些加密还是压缩 像这个可能对Pool of Existence 比较熟的朋友都知道 像Pool of Existence 或者说算术编码 然后把它压缩里面的资料 然后所以具体来说的话 就是说我们从去年 差不多11月开始吧 那我们就把空气污染的数据 把它导向到这个区块链的基础建设里面 那当然就是有一些突破 那不然说过去空气盒子还会被质疑建设 因为它是盛与参与 所以有可能资料会有造假问题 所以我们也去开发一个任体的升级机制 然后更有趣的地方是 我们就整个东西都是把它开放原始码出来 不过当然很多原本是空气盒子就开原的 我们做的东西是软体部分 所以我们就是客制化里面的任体 然后把这个原本需要中心化的资料库 把它逐步地把它移除掉 好 那有兴趣可以看一下这个部分 然后呢 怕有人 怕大家不写笔记 你知道一个老师上课最怕的问题就是同学不想听课 我早就帮大家写好了 所以你只要打开这个共笔就可以了 好像同学认真听课的假象 对不对 像上课都要这样做 这样比较安心一点 你过程中可以去提问 好 那我们从过程中可以知道一件事 信赖 信任永远是最大的成分 好 就是说你看我们学校发一个证书 然后你去一些大公司 比方说去Google 去Microsoft 应证的时候 我们这些学校的发证单位又要被检视 说你发一个博士证书 我怎么知道 这个以大公司的观点 我怎么知道这个人 取得我博士文明是真的还假的 这太困难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 你可以看到说我们 天底下一大学都会做的事 比方说你拿了国际驾照 对不对 那国际驾照 它其实它只是把你现在驾照 把它翻新成英文 对吧 但是检验国际驾照这件事 其实它背后成本也是很高 为什么 涉及到什么 涉及到赔偿 涉及到保险 诸如此类 还有医疗 这些问题 你可以看到说我们在现行体系 都需要大量的反复查证 所以你看到这个箭头走来走去 所以我们现在想要做的事情是 我们想要建立一个通用的 我们称呼叫trust machine 就是说你想到那些 不管是证书 身份识别 或是说某个人 不然说他的收入 他的收入有没有到某个门槛 诸如此类东西 它应该是一个什么 一个通用的一个 大家共用的一个 知识库 一个来自过去年代的男子 因拍摄不明飞行物UFO 却突然穿越了时空 而出现到了 欢迎来到现代 为什么出现这些东西我也忘记了 那一定是有人提醒我讲太久了 然后我加速一下 所以就说我们想要建立一个 通用的一个知识库 knowledge base 所以你可以想说 我们刚才那些证书那些 因为查证的成本很高 但是我们现在有个通用的基础建设 在不揭露个人资料的前提下 你偷偷密码学 就是说每个环节都是加密的 每个环节都是这样 就是证书 证书就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所以你只要有特定的一个 我们称之间assessed token的一个 存取的一个代码 或者存取的一个识别 那你就可以很容易地去检验 你不用再打扰到原始 罚证单位的前提下 去创造一个这样的识别 所以这样有机会 怎样大幅的降低成本 那我刚才提过 我们为了这件事 我们去开发一个 开放原始码专案 这个专业MIT的授权 那MIT的授权 如果有朋友不晓得的话 很简单就是 不要把名字 不要把授权条件 就是把名字跟授权条件留着 其他我就不管你 它是一个非常 比较宽松的一个基础建设 那这样的基础建设 我们想要做什么事情呢 希望让大家在这个前提下 不管是人对人 或者是机器对机器 因为现在没有单纯人对人 比方说你跟我可以对话 你坐在台下 跟我好像没什么对话 但其实你打开共笔 对不对 那其实我们就透过机器 就做一个什么 相互一个识别 好 那所以呢 我们就是做这样的一个基础建设 想要让什么 让这个人对人 机器对机器 机器对人 之如谁之间 我们建立一个关联 然后可以在不用第三方的介入前提下 去发证去检验 然后这个专案呢 在今年发生一个很有趣的变化 7月15号 7月15号我去奥斯陆 然后这个很有意思 直接讲 直接帮你画结论 就是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 感觉跟电影的那个情境很像 我们在奥斯陆就跟联合国一个将军开会 就是 那很有趣的地方是我们就连线到那个联合国 就很酷啊 就是你知道 以前电影不是都演一些什么 骇客到了某个单位 然后就可以连线 然后开始一群那个傻仔 对不对 就是傻仔 然后开始吃着那个 吃着热车食物 然后跟那个将军开会 说你们被赋予什么神的使命 好 那我们就被抓去再开这个会 那所以简单就是说 联合国的维安部队找我们就来 把这个开源计划拿来使用 所以简单就是说 过去呢 很多东西都只是纯粹文件的 就是纸本文件 那我们希望都建立一个 通用的一个基础建设 所以我们在这个月 如果你有点耐心的话 我们会发另外一篇新闻稿 给你的关键字 这单位是叫PIF Peace Innovation Foundation 它就是在我们帮 联合国的一个 附属的一个单位 那就是帮联合国做一些 维安部队 还有一些雇员里面的 那些什么识别 所以我们最终这些东西 也会把它开放原始码出来 预计在明年的第二季 好 那我们回到这个 我们刚刚讲的议题 就是说跟这个空气核子的关联 在哪里 如果这个计划少做两年的话 我就不会来了 因为我可能就赚够了吧 不过我们因为做的比较慢一点 所以我们就不发ICU了 现在纯粹做公益 那去年的话 我们提到就是提到说 我们成功大学分餐是 帐本实验室 因为讲区块链文就会像诈骗 我们就改名字 分餐是帐本实验 不过 这是一样的东西 好 那我们就跟这个LARS合作 因为我们有这样基础建设 我们需要一个验证平台 所以我们就展开这样合作 那你可以在这个页面 可以看到说 我们做了一些事情 那这边很多一些细节 就包含说刚才那部影片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这边有些细节 也就是说它怎么实作出来 什么识别 包含说资料压缩 还有包含说我们怎么去截取 这个我们所感兴趣的内容 好 那所以简单来说 它就包含几个层面 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怎样 就是去验证 去确认资料的这个拥有者 然后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它整个timestamping 就是说像空气污染的话 很关键地方是排放的时间 对不对 在某个时间点它是高峰 你不能永远都说 这个是我们什么 我们祖国的这个丰富的材料 不能每次都这样讲 我们本地就有一些 很好香好浓的 不是OK的东西 不OK的东西 好 那所以就是这个农存箱的 这些气怎么来的 就是你要很清楚这些时间点 然后再来是说 供应过程中一定要怎样 一定要是非常可靠的 就是说每个环节 从每个节点 然后透过什么路由器这些 那刚好这些 刚好就是区块链这种东西 可以帮你做的事情 然后再来是 我们刚才有提到一个东西 DID 那它的全名叫 Dissensual Identifier 那这个做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希望呢 透过一系列这些数学 一系列这种基本基础建设 然后可以在 不用揭露你的个值前提下 透过什么 透过加密 透过这些认证的套件 透过这些服务的这些 终端的点 然后去怎么 去让整个身份识别 可以在没有第三方介入下去运作 那接下来我们再讲第三个环节 就是说关于经济诱应的部分 关于经济诱应的话 前面的基础建设很重要 因为你只有确保说 这个资料是有效的 资料是不可篡改的 资料是可追踪的 的前提下 你才有办法去谈什么 谈什么资料是一个 什么新的石油 这种买卖的机制 所以如果说上面的基础建设 都做完的话呢 我们最近在做另外一件事 就是说让这个资料 本身可以买卖 你们觉得这张图很复杂 对不对 看起来很专业 没有啦 就是投论文要用的时候 那直接帮你画重点 那张图其实只有这个重点 就是说如何去追踪 追踪资料 记录资料 如何去做撮合 就是一边要买 一边要卖 对吧 然后诸如此类这东西呢 你怎么去做到 然后你创造个平台 所以我们重点是什么呢 我们有一个加密的机制 我们称为叫做MM Channel 那再来是什么呢 我们会有一个识别的机制 然后最后呢 透过这个Marketplace 就是一个资料买卖的市集 所以你可以在那边 上面去竞标 或者是说在上面去兜售 兜售你的这个分享的资料 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就是除了刚才做那个空气核磁 跟这些区块链的事情 大家有没有看到底下这张图 底下这张图 你看到有没有 有没有觉得很兴奋 对不对 我想熟悉西元的朋友 都知道一件事 西元的那个什么 array的那个 index是从零开始 对不对 那我们就看到零月台 然后呢 这故事是这样 就是说在今年1月的时候 我突然接到一通很奇特的电话 就是反正说很神秘 然后后来我就收到一封 很神秘的公文 好那总之我们在 今年1月份开始 我们成功大学正式跟 这个交通部台湾管理局合作 我们来帮他开发什么呢 开发资讯系统 什么叫乘客资讯系统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东西 你有没有觉得很美 对不对 美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它没有字 那如果有字的话 大概长这样 对不对 你很熟悉的都是物点 对不对 物点以外呢 你有没有看到这些东西 机方时间是错的 内容是错的 然后那个上面号码是没有更新的 那也不能说它错了 过一天又是对的 就是跟那个一个时钟 如果它不会动的话 不会转的话 它一天会对两次吧 好那所以就说 这个旅客乘客系统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从今年开始 跟这个台湾 就是台湾铁路 那做一个合作 那我现在没办法跟你讲太多细节 但我讲公开的 底下都是可以公开讲的 所以我们会跟台铁合作 然后跟开发一个这个旅客资源系统 而且有趣的地方是 里面很多元件 我们把它open source出来 那所以注意到 上面讲的东西跟下面是没有关系的 其实我今天想讲的是这个 但是因为讲这个题目 要发很多公文 要发到交通部 然后什么很复杂的议题 已经懂了吗 然后这还会导致到招标问题 总之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我们最近在做这件事 就是把这个旅客资源系统把它返修 用新的硬体 用开放原始法的技术 然后再不会伤害到台铁运作的前提下 逐步去把这个东西替换 所以如果说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跟我联络来探讨这个 我们怎么透过公民的力量 我们台湾有世界一流的半导体制造 我们有世界一流的半导体晶片公司 我们也有世界一流的资讯公司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很无奈 对不对 你说我们一流的人去哪里 去当操作员 对吧 就是操作那些医美设备 那第二流的去操作还是操作员 就是那些很复杂的半导体设备 那其他人在干嘛呢 比方说三流就像我这种去教书 对不对 所以说剩下发生什么事呢 其实你我都可以有机会去参与 就是我们其实应该用我们 很相对比较有机会的议题 去贡献 好 那大家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后面好像有个Q&A时间 好 那就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就在后面可以提出来讨论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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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